行进中的倒滑单脚跳是挑战运动员平衡能力以及腿部和核心肌群力量的技术,可进阶为训练加速的高级动作。 运动员蹲坐进入倒滑双脚溜滑,双脚与胯同宽,体重平均分配双脚,上手持球杆,另一只手稍稍抬起掌心向前,收紧核心肌群。 之后运动员将体重转移至单脚,另一只脚发力跳起,将膝盖向前胸靠拢,使用同一只脚落地后恢复倒滑冰球预备姿势。 运动员滑行进入倒滑冰球预备姿势,将重量移至单脚抬起脚跟从脚尖起跳,将双膝向前胸靠拢, 随后脚尖先于脚跟落冰,身体压低来缓冲,当恢复倒滑预备姿势后,本动作完成。 运动员没有运用冰刀的平刃溜滑并形成正确的倒滑冰球预备姿势,没有使膝盖向前胸靠拢导导致跳跃时爆发力和高度不足,没有把重量移至单腿,没有在落冰时身体压低,核心肌群不够收紧。 运动员 运动员